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发展,中国老年人的数量急剧上升,跌倒开始成为65岁以上老年人的头号杀手。 广东小伙苏中华就带领着团队,用7年时间,投资上千万元,终于研发出专门为老人等特殊人群, 粮食制作的防护服,还如过国家使用新型等多项专利。 他采用OPPO囊带制造技术,根据人体工程学造型,通过智能感应触发和惰性气体,跌倒前智能检测到助力变化。 0.08秒闪电保护,再也不怕跌倒了,他的穿戴简单方便,更换耗材即可再次使用, 同时还具备智能联网系统,能够实时定位触发警报,即使子女不在身边,也能够第一时间知道父母的情况。 最让人佩服的是,他是具有重力感应系统,能够智能监测人体姿态运动,只有当人体遇到危险时,才会弹出硅胶气囊。 为了验证效果,发明人甚至还拿瓷剂等做了实验,物品依旧毫放无损,不要让一字意外,成为终身的遗憾,为这个设身处地为老人研发的好发明,点个赞。